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包 面包 软 软 软 放起热热的烤香 面包 面包 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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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们做的面包好香啊 再多做一些吧 揉一揉 捏一捏 弹 弹 弹 面包 面包 软 软 软 汤圆 汤圆 甜 甜 我最喜欢吃汤圆 汤圆 汤圆 甜 甜 我会自己做汤圆圆 嘿 小朋友们 做汤圆圆是不是很有意思呀 是 揉一揉 捏一捏 团 团 团 汤圆 汤圆 甜 又 甜 水果 水果 新鲜 放进凉凉的冰箱 水果 水果 新鲜 水果 水果 凉杉杉 嘿 嗯 这么多好吃的水果 送给谁呢 好朋友 你依靠我依靠 啊 啊 啊 水果 水果 新鲜杉 智慧树上 智慧果 智慧树下 你和我 智慧树前 做游戏 欢乐多又多 耶 我过美食屋 智慧树星球 转啊转 每天都有新的故事发生 嗨 小朋友们好啊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道哥 在我们的生活中 有很多创意美食 好看又美味 我们的美食屋中 也有创意美食哦 你们一定想不到 快来和道哥一起看看吧 小朋友们 你们见过哪些高颜值的创意美食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这个小骨头其实是一个骨头形状的面包 哇哦 盘子里有好多小足球啊 这些都是用糖果做的呢 喝茶的时候 饿了怎么办呢 嗨 我们的茶壶就是用蛋糕做的 饿了就可以吃一口 看 这个杯子蛋糕上面还有火烈鸟 好 是不是很有创意呢 我们今天的美食屋做的是一个小盆栽 可是盆栽怎么吃啊 一起来看看吧 哇 说到这个盆栽 我要问问小朋友盆栽是什么呀 原宝你说 是一个花盆里有花和土 还有呢 或者是有小草 有小草 对不对 就是很漂亮 那我想问一下盆栽能吃吗 不能 不能 因为里面有什么呀 土 土 我们都不能吃 但是今天红果要教大家做的盆栽 是可以吃的哦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把切成片的猕猴桃呢 放在一个透明干净的小碗里 记住一定要是透明的哦 像红果这样铺上几片猕猴桃 好 铺上一层猕猴桃 就是这个样子的 快看 接下来我们要用到这个 猜一猜它是什么 牛奶 是牛奶吗 我们来尝一下吧 是什么 酸奶 接下来呢我们要准备酸奶 酸奶干什么用呢 把它倒进碗里 接下来呢我们要做这个土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土用什么来做呢 巧克力 巧克力 是巧克力吗 是饼干 然后呢像红果这样 把它倒进这个桌垫上面 用擀面杖来帮忙 把这个饼干呢可以压到碎一点 水简劲加油 好 接下来呢可以用我们的手 或者是用勺子来帮忙 把这个土加引号的土啊 当然是饼干了 撒在我们的酸奶上面 太好看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嘿嘿 原来这个盆栽是用猕猴桃和酸奶做的呀 黑色的巧克力饼干 刚好是土的样子 好特别 我们一起看看 还有什么创意美食吧 虫子也能放布丁 虫子是小朋友们很喜爱的一种水果 它不仅味道好吃 营养也是很丰富的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 在世界各地都会举行虫子节 通过这样的节日 可以提高地区的知名度 让人们更了解当地的虫子 这样 橙子的销售也会更好哦 在土耳其 意大利 都有庆祝橙子节的传统呢 那我们的美食屋 会用橙子做什么样的美食呢 来看看吧 欢迎来到我们的美食屋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 本栏目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习助手 阿尔法弹独家冠名播出 今天我们制作美食呢 用到的材料就是橙子 我们要做的是橙子布丁 那小朋友们平时吃过橙子吗 我吃过 我也吃过 好 谁来告诉我 橙子是什么味道呢 你说 橙 橙子就是酸酸甜甜的 酸酸甜甜的 既然要做橙子布丁 不明思义我们要用到什么呀 橙子 对 要用到橙子 那首先呢 我们要拿出一个榨汁机 来 小朋友们 我们把切好的半个橙子扣在上面 好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 好像有汁掉下来了 对 就会有橙汁流到下面的碗里 现在呢我们把橙汁倒到空碗里 然后呢放一些白糖进去 放完之后 我们拿勺子搅拌一下 搅拌好了之后呢 我们拿出吉利丁片 把它放在这个冷水里 稍微浸泡一会儿 放在盘子里就可以了 好 吉利丁片泡了一会儿之后 我们把它从水里拿出来 放到刚才的橙汁里 然后呢我们找来一碗比较热一点的水啊 把这个小的玻璃碗放到 装有热水的玻璃碗里 再次来搅拌 刚才呢我们把这个果肉都炸成汁了 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小碗 其实呢就是橙子皮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橙汁倒到橙子碗里边 然后只要把它放进冰箱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橙子布丁了 好的 现在呢我们的橙子布丁就制作完成了 接下来品尝美食 小朋友们 来 我们为了点缀在上面放了漂亮的绿色的薄荷叶 太好了 好 好 这一切 哇 橙汁做布丁 橙子皮做碗 一个完整的橙子 一点也没有浪费 太棒了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创意美食吧 可以吃的大树 饼干是小朋友们很喜欢的点心 它食用方便又很好携带 那小朋友 你们知道世界上最大的饼干有多大吗 苹果那么大 哈哈 太小了 那是柚子那么大吗 不对 还是小哦 那是西瓜那么大吗 哈哈 还是不对 道哥来告诉大家 世界上最大的饼干有爸爸那么重呢 这样的一块饼干还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呢 最后一共邀请了150多人一起来品尝这块饼干 想一想都很开心哦 我们一起看看今天果果美食屋中做什么样的饼干吧 由于我们要做饼干 那饼干是用什么做成的 好 你说 面粉 首先我们要把面粉倒进我们的玻璃碗里 来 一起来吧 然后我们往里面加入一些白糖 但是也不要太多啊 然后就要加入黄颜色的这是什么呀 黄油 对 也非常香的黄油 当然了 也是适量就可以了 然后呢 放入一些牛奶 小朋友在里边可以倒点牛奶 黑颜色的 你们猜一猜这是什么呀 巧克力酱 巧克力酱 也把它倒进里面 好 然后用手在里面呢 把它们揉成面团 然后拿出擀面罩 像擀这个饺子皮一样的 把它擀得薄一些 扁一些 好的 现在呢 我们的这个面饼已经擀得差不多了 我们要拿出刚才选好的这个模具 是小猩猩的形状 在上面呢 按一按 快看 小朋友 怎么样 一个猩猩形状的面饼就出来了 那么我们要把我们做的这个猩猩的饼干呢 一层一层地落到这个铁架子上 当然了 在套的时候呢 还要借助这个工具在中间开一个洞 好 开完洞之后 这个猩猩的中间就是这样的了 就可以把它套上去了 好 现在呢 我们要把饼干放进烤箱了 烤好了 我们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开始组装了 谁的饼干最大呀 好 你的大饼干套到这个上面 往下 好的 我们把这个稍微调整一下 好 接下来好像该是我这个饼干 第二大 然后拍一些糖粉 准备好要下雪了 好的 一 二 三 耶 原来饼干还可以叠成大树 道哥好喜欢这个创意 饼干是西方面点 下面的创意美食也是西方传统面点呢 面包也能作画吗 一说到面包 大家一定很熟悉 不过面包也有很多种类呢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哪一种呢 是香香软软的传统白面包 还是硬硬的法式长棍面包 哦 还有一种 虽然口感不是很细腻 但营养丰富的全麦面包 还有还有 造型独特的牛角面包 这么多面包 哇哦 不同种类的面包 都可以搭配牛奶 变成美味的早餐哦 哦 道哥已经流口水了 还是赶快一起看看 美食屋中的面包 变成了什么样子吧 哎 小朋友 我决定呢 把这个创意面包片 做成一个小动物 你们同意吗 同意 我要做的这个动物 还有一个特点 不仅眼睛非常大 而且呢 嘴巴还很尖 鸟 哎 有点接近了 它喜欢在夜晚出来活动 猫头鹰 没错 我就来做一个猫头鹰 好不好啊 来 大家和我一起来做 首先呢 拿出一个面包片 好 第一步要做的非常简单 我们这个小碗里呢 哎 有一种酱 你们看这个颜色 猜一猜是什么酱啊 巧克力酱 首先我们把巧克力酱 均匀地涂抹在面包上 这样呢 颜色和这个猫头鹰 更加地接近 提前准备好了一些水果的切片 这里边我们选出最大的一个 来做猫头鹰的眼睛 你们觉得是哪个呢 橙子 好 我们用橙子来做猫头鹰的眼睛 把它放在面包片的两侧 好的 在橙子上面 我们再放两块香蕉 好 最后我们在香蕉上 还可以放两个蓝莓 这样就差不多了啊 好 然后呢 我们拿出一个杏仁 把它放在橙子的中间 再放一些燕麦来点缀一下 最后呢 我们要拿出猫头 好 摆在右下角的位置 来当它的翅膀 很简单的一个创意早餐的面包片 就做好了 哇 绿宝宝用面包 做了一只可爱的猫头鹰 好看又美味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创意美食吧 说到馒头啊 大家一定非常熟悉 在北方有些地方也叫做膜 小朋友们知道馒头是怎么制作的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在面粉中加入水 还有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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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揉成面团 揉啊揉 再搓成小面团 在锅中蒸熟 一个个胖胖的白馒头就做好了 除了这些白馒头 还有黑米馒头 红糖馒头等等 今天的果果美食屋中 就是用馒头来做创意美食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好的 欢迎回来 本栏目指定产品为澳大利亚原装镜头的 奥姆牛奶 接下来呢 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做了 要用到这个案板和刀 当然我们为小朋友准备的呢 都是塑料的 比较安全的刀具 好 我们把馒头呢 从中间切开 注意一分为二 要切得均匀一些 好 好的 切完之后就是这样啊 把一个馒头呢一分为二了 小朋友们平时吃过汉堡包吗 吃过 吃过吗 谁能跟我说说汉堡包里 都有什么东西啊 有菜 有肉 有肉 说的没错 我准备先放一个番茄 非常的好看 对不对 然后呢 把火腿片也可以放在上面 我放两片我也好 放完之后 这个生菜叶需要小朋友用手呢 把它撕得碎一点 往上面放一些沙拉酱 嗯 起到调味的作用 哇 我先把煎鸡蛋放在上面 最后在上面再铺上几片黄瓜 最后一步很简单 把剩下的这个半个馒头扣在上面 嗯 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嗯 起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呵呵 有蔬菜也有肉 健康一口就搞定 真是太棒了 小朋友们 今天美食屋的创意美食特级里 你最喜欢哪道美食呢 赶快动起手来跟爸爸妈妈一起制作美食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